陈独生医院在Facebook透露 过去一周通过救护车或是直接到医院的急诊部门求医的冠病确诊和疑似病例异常多 除了处理紧急个案 院方将身体不适的冠病患者送入国家传染病中心接受治疗 出现症状的疑似病例则进入院内的指定病房 院方也与卫生部合作 让情况稳定的冠病患者居家康复或送到社区护理中心 医院表示随着社区病例激增 院方将开放更多的等候和检测空间 并动员更多的病房和职员以加强应对能力 如果对其他病患可能面对更长的等候时间 或必须重新安排看诊预约 院方也呼吁非紧急病患到综合诊疗所或转向家庭医生求医